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星期三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樓市全面設立成為預算案的焦點 陳茂波宣布即日起樓市全面設立 住宅物業交易無需再繳付額外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及新住宅印花稅 稅務方面 2024年25年度的新諷稅及個人入息稅獲得寬減 上限為3000元 我們一直密切留意住宅市場的情況 經審診考慮當前的整體情況後 我們決定即日起 撤銷所有住宅物業需求管理措施 由今天起所有住宅物業交易 無需再繳付額外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及新住宅印花稅 我們認為在當前的經濟及市場情況下 有關措施已無需要 至於猜項方面 住宅物業及非住宅物業單位 可獲寬減2024年25年度的首季猜項 每戶上限為1000元 索困措施方面 領取縱援的合資格人士 獲發放半個月的縱援標準金額 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 相殘津貼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亦會作出相約的安排 企業支援方面 202425課稅年度 利得稅將獲寬減上限為3000元 除了派堂之外 政府的預算案亦有多項建議 例如煙草稅將再次提高 每支向煙即時加價8毫 即是每包加價約16元 預計加稅之後 每包煙的零售價逼近100元 至於不少車主關注的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減 計劃原定在3月屆門 現時將會延長兩年 大寬減額下調40% 一換一的最高寬減額 將會由現時的25萬 變成172,500元 稅前價格50萬以上的電動車 就無法寬減 政府又要求相關部門 檢視涉及開支較大的2元乘車優惠 以及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我強調做這個檢討 我們並無意取消這些計劃 是希望通過檢討 找出一個運作模式 讓這些計劃可以持續下去 而又在公共財政上可以持續